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快答 我是今天的女僕馮媛甄 不得了… 我剛才沒有出現 就自己開場了 這什麼意思 主人 你先別生氣嘛 對嘛 是不是 跟大家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今天本身是一個帥氣的感覺 就是一個 今天是個女僕是不是 麻煩幫我倒杯水 OK 服務一下…OK的 主人 而且我今天來不是要服侍你的 我今天來是為了服侍電玩快答的 觀眾朋友 對啦 今天元甄來幫我們 代班主持一下 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聽說你這個電玩資歷也是滿深的 真的很深耶 我從國小開始 從任天堂的紅白機 後來到XBOX PS2 PSP NDS還有Game Boy 每一款遊戲 我都跟他們 現在家裡 你不要不要小時候 現在家裡面有什麼主機 XBOX 360 上次你有看到我玩 好… 那這個跟她介紹一下 妳喜歡的遊戲類型大概是什麼 其實我喜歡那種 像是黑道 尋仇 或者是賽車 後來把車撞爛的那一種 或者摔角 對打 妳喜歡的類型 跟妳的這個外型感覺差很多 可是我覺得 我在那幾個強項裡面呢 我可以表現得非常好 好啦 我另外講一下 今天這個既然要考妳一下 看能做功課 你知道有些電玩角色是怎麼樣都打不死的 怎麼樣都打不死的電玩角色 那就是你剛剛提到的 快達旋風裡面的大魔王 就是穿著紅色衣服的將軍貝卡囉 沒有錯 其實這個遊戲呢 出到現在已經出到快達旋風是A1啦 但是呢 貝卡這個角色依然都存在 另外還有像這惡靈古堡2裡面的Ada 他其實在惡靈古堡2裡面 幫李昂擋那一槍就掛掉了 想不到到惡靈古堡4代呢 重新又復活囉 所以有很多這種角色 是的 沒錯 所以今天的電玩主題款 就是要介紹打不死的電玩角色囉 是的 馬上來看一下 本週的電玩主題款 打不死的電玩角色 系數數十年來遊戲的發展史 每天都有新作品問世 但卻只有極少部分 能夠通過市場與玩家的考驗 成為流芳百世的經典劇作 甚至變成系列作品 至於這些經典遊戲之所以賣座 除了故事情節 遊戲性 吸引人之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些遊戲中 總會出現生命力超級強大的角色 不時出現在遊戲系列作之中 就算前面的劇情 明明就已經掛點領便當了 卻又在後來的故事中 再次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簡直就和友台八點檔的反派角色一樣 不過也因為有這些死缠爛打的角色 遊戲才能繼續玩下去啦 接下來就讓我馮仁甄 來為大家一一介紹 到底在電玩當中 有哪些打不死的角色吧 所有機器人相關遊戲 除了主要角色這一群機器人 打打殺殺之外 肯定都會有正邪兩派的博士 在背後互相角力 以經典的橫向捲軸動作遊戲 洛克人系列來說 雖然第一男主角洛克人的戲份 最多 但其實整個系列作的主軸 還是在兩個機械工學的天才 萊特博士與威力博士的身上 這兩個人其實在求學階段 是交情不錯的好朋友 但卻因為對機器人的看法不同 產生了對立 主張機器人不應該擁有感情的威力博士 最後因為追求機器人的強大力量 而產生了控制世界的野心 同時也因為不想輸給萊特博士 製造了全世界的混亂 在洛克人眾多的系列作之中 威力博士雖然多次派出各種不同能力的機器人 試圖要掌控全世界 甚至也曾經自行上陣來挑戰洛克人 但最後都以失敗收場 當然身為反派陣營的頭兒威力博士 自然是要發揮打不死的小強精神 也難怪洛克人的系列作 會一口氣出了好幾個系列 甚至還有動畫作品出現呢 說到了任天堂就一定得提到馬力歐 這個代表性的遊戲人物 當然每一個正派角色 都有一個和他水火不容的仇敵 而同樣和馬力歐一樣 出現在每一代遊戲中的超級反派 就是咱們的庫巴大魔王啦 打從1985年 超級馬力歐兄弟第一代發售以來 庫巴就不斷綁架馬力歐最愛的碧琪公主 讓馬大叔為了救他心愛的女人 而踏上了冒險之路 每一代故事的最終高潮 也都是馬大叔與庫巴之間的 男子漢對決 當然邪不勝正肯定是最終的結局 不過雖然每次馬大叔 都把庫巴送入了岩漿裡頭 但這個超有韌性的大魔王 總是可以在之後的續作中繼續出現 然後再一次的綁架碧琪公主 讓馬大叔遠征烏龜國的戲碼 再次重演 這對宿敵之間截下的梁子 恐怕要等到某一天 任天堂不再推出馬力歐系列 才有可能畫下休止符了吧 不過大家應該還是希望看到 庫巴繼續使壞下去 不然我們未來 可能就沒有馬力歐的遊戲可以玩囉 全世界跑得最快的遊戲角色 英素小子索尼克 之前電玩快打曾舉辦 可愛動物角色的投票中 英素小子就已入選啦 沒想到這次再度上訪 實在是厲害啊 說到索尼克 當然就一定要提到 和他作對的彈頭博士啦 在這裡不用多說 反派角色在遊戲中要做的事 就是要把世界搞得亂七八糟 這樣咱們的主角才有機會當英雄 拯救大家於水深火熱之中嘛 一心想要建立起彈頭帝國的彈頭博士 透過自己對於機械工程的長才 做出了各種不同的武器 建立起超巨大基地 等著主角英素小子索尼克 來登門拜訪 最後的結果 當然就是被索尼克給整慘啦 當然彈頭博士也和其他典型的 反派角色一樣 絕對不會改過向善 也因此在英素小子後續的 系列作之中 我們還是會看到彈頭博士的身影出現囉 要選出一個快打旋風系列作之中的 代表性反派角色 相信大家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在快打旋風二代當中登場的 最終魔頭貝卡 由於扮相一身軍裝 因此當時貝卡在台灣 也被玩家們稱作是將軍或是警察 而貝卡後來也在快打旋風2的加強版中 變成玩家可以操控的角色 由於這個角色的能力實在是太強了 所以在當時常常可以在遊樂場的機台前 看到貝卡VS貝卡的戲碼出現 這也是當時非常特殊的現象 目標征服世界的貝卡 在全世界綁架了許多少女 經過特訓之後把她們成為暗殺者 在全世界進行侵略行動 在遊戲的故事中 貝卡也擁有內體轉移的能力 也因為如此 讓貝卡成為一個打不死的角色 不過由於後來更強大的豪鬼登場 讓貝卡最終魔頭的角色被剝奪 甚至還慘遭秒殺的待遇 實在是讓人不勝唏噓啦 只要恐怖氣氛的惡靈古堡遊戲 有時候也需要適時來一些 讓玩家們可以放鬆心情的情節 像遊戲系列作中的Ada Wang 正是扮演著這樣的角色 本身是混血兒的她 擁有一張東方臉孔 但卻有著令人害羞的好身材 在遊戲中是以神秘特務的身份 和遊戲中的第二男主角李昂 有了命中注定的邪狗 雖然兩人之間有著曖昧的情愫 但事實上Ada卻是李昂的死對頭 威斯卡的手下 被派來奪取G病毒 也因為如此 她和李昂的感情一波三折 最後也在二代中受到槍擊 墜落橋下 但受歡迎的角色 肯定是不會只有這麼少的戲份啦 所以在系列作四代當中 Ada因為威斯卡透過病毒而能重生 同時以李昂背後暗中幫忙的方式登場 讓這對院偶能夠再續前緣 這樣的劇情安排 相信玩家也應該不會反對吧 在PS系列機種上的陣電之作 《戰神》系列 裡頭凶狠的光頭主角克雷多斯 也稱得上是典型的打不死型角色 在遊戲的第一款續作《戰神2》中 克雷多斯成為戰神 並讓斯巴達軍隊戰無不勝之後 終於引來了眾神的不滿 而眾神之王甚至親自動手料理了 克雷多斯 不但讓他的神力全失 最後也終結了他的生命 不過好在有大帝之母 蓋雅在地獄之路前的攔截 讓克雷多斯奇蹟似地撿回一命 天底下哪有這麼好的事 原來這都是蓋雅的詭計 因為他想借克雷多斯之手 來個借刀殺人把咒絲給解決掉 發現真相之後的克雷多斯 最後還是親手把救命二人蓋牙 給打落深淵之中 說到了孫悟空 不知道大家第一個想到的 會是中國經典小說《西遊記》 還是同樣也是經典的漫畫 《七龍珠》呢 相信電玩快打的觀眾 應該對七龍珠比較熟悉一點吧 當然 七龍珠裡的第一男主角 孫悟空 可以說是打不死界中的奇葩 身上擁有戰鬥民族 賽亞人的血統悟空 從小就經歷了大大小小的戰役 甚至多次面臨冰死的危機 也都能安然度過 甚至越戰越勇 戰鬥力也直線降生 這也都敗賽亞人血統之子 當然在原作與遊戲中 悟空也在與哥哥拉蒂茲對決 以及後來和賽魯對戰中 死掉過兩次 但後來也都因為 七龍珠的幫忙之下而復活 雖然這樣的設定 實在是一整個犯規 不過畢竟悟空是整個故事中的主角 所以有一點威能也是無可厚非的 也因為如此 悟空才能一次又一次的拯救地球 前面提到了惡靈古堡系列中 性感和人一陣一邪的女主角 Eda Wang 可以說是打不死角色中難得的美女 不過大家可別忘了 比Eda還資深的女性角色Jill 也同樣是一個曾經死而復活的重要案例 Jill在惡靈古堡系列中的戲份非常多 在一代三代和五代都有登場 甚至在三代還被設定為第一主角 不過後來為了要解決 受到病毒感染的威斯卡 Jill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 和威斯卡一起墜落懸崖 但卻在一代事件後的十年呢 惡靈古堡系列作第一男主角 克里斯卻在遙遠的非洲 遇到了被大家認為已經死掉的Jill 原來這又是威斯卡做的好事 自己沒摔死就算了 竟然也順手把Jill也用病毒復活了 雖然對克里斯來說 能夠和Jill重逢是一件好事 不過咱們威也老師用這一招 就實在是勞梗了 下次惡靈古堡系列中 如果又有人掛點 之後又在續作中重新登場 那肯定就不會讓人意外啦 只不過下次可以想個新理由嗎 看完了以上的介紹 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有什麼感想咧 除了這些有戲份 有台詞的打不死角色 其實在不少遊戲中 還有許多同樣也是打不死 單卻沒台詞的龍套角色 舉例來說 像是在恐怖遊戲中常出現的殭屍 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啦 這種打不死的角色 我想就算再開一個主題 也很難介紹得玩囉 Final Fantasy 大回顧 歡迎回到電玩快打 好 接下來這單元是電玩時光機 我其實來在班之前 有小小研究一下這個單元啦 因為我很喜歡啊 因為它會讓我們知道 那遊戲的小故事 還有會勾起我們童年的回憶 聽起來有做功課的感覺喔 我不但有做功課 我還幫你發通告耶 這麼忙 我特別欣賞邀請到我的好朋友 也是電玩的愛好者 曾紹忠 一起來跟我們一起討論啦 歡迎紹忠 嗨 大家好 還有兩位主持人好 來跟大家打個招呼一下 大家好 我是曾紹忠 來電玩快打 超開心的 真的耶 紹忠 我知道你對電玩很有研究啦 而且聽說你還想當遊戲工程師 對啊 因為其實我第一次 從小接觸遊戲的時候 是在我幼稚園 他那時候只有紅白天 幼稚園就開始玩了 對 幼稚園就開始玩 可是因為那時候 因為家長都不准玩電動 所以我就把我舅舅送我的紅白機 藏在垃圾袋裡面 從我八歲的時候偷打 從小時候就這麼賊 其實我們也都會這樣 而且打到後面又覺得說 如果有一天我自己能做遊戲的話 那多好 不過其實呢 對於這麼熱愛電玩的玩家來講 我們今天要回顧的這個 你一定會很有經驗 我們今天要回顧的呢 就是Final Fantasy FF系列啦 F系列 對 其實Final Fantasy 我從第一代到第六代都有玩過 對 可是呢 我特別喜歡它裡面的音樂 音樂啊 對 像音樂的話 像我自己就有收藏門了 這邊是你帶來的音樂 你看 對…只有這三片啦 其他這些都黏在太久遠了 你還要去收藏這個音樂啊 對啊 因為像這些音樂的話 裡面都是它改編的 對 然後我常常 就是我在睡覺的時候聽 然後我就聽一聽 想說 這個音樂可能是木型鳥出來了 或是這個音樂是在第六代 一開始的時候雪原大陸上面 然後騎著魔導機在走路的感覺 所以你聽到音樂就已經可以 這顆只有那畫沒有出來了 情境都出現了 太正典 今天呢 我們就一代一代來回顧了 好 今天呢 特別從一代開始來回顧它啦 Dee 我現在其實很心虛呢 真的喔 因為你們講的Final Fantasy 實在是我有點不熟悉 沒有追蹤到 可是我有做功課啦 其實我有了解到呢 FF在第一代的時候呢 它這個遊戲廣受好評 大受歡迎 所以賣得相當的好 不過呢 在發行之前 其實這個史克威爾公司呢 面臨到嚴重的財務危機 所以差一點倒閉 而且當時呢 其實這個製作人 想說 剛才製作當作是 最後一款遊戲 他想說 發完之後呢 就回家種田了 所以那個名字就叫做 Final Fantasy 所以Final Fantasy呢 其實一開始想說是最後一個 其實是很悲壯的感覺啦 而且呢 我覺得這個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這個製作人本來想說 是最後一款遊戲啦 發了之後呢 想不到大賣 逆轉勝 對 就像有一個公司 叫Everyburst的公司 當時呢 這個公司本來是要倒了 結果剩沒幾個人在上班 就做這個遊戲之後 全球狂賣 就是這樣 所以FF呢 這一代一代一直這樣傳下來啦 對 我覺得當初 像FF系列第一代 為什麼那麼受歡迎 是因為它的故事劇情滿好玩的 它在講說 雖然呢 裡面的主角 有四個主角 他們都沒有名字 可是呢 因為在一個大陸上面 有四個元素 風 火 水 土 可是呢 這四個元素啊 就沒有了 然後大地陷入了一片黑 混亂 對 然後所以這四個主角呢 就變成了光之勇士 然後出來拯救大家 它裡面有時空的轉換啦 還有大量的謎題 所以啊 引起大家熱烈的歡迎就對了 其實呢 在第一代的FF裡面呢 它的水晶系統是相當特別的喔 而且啊 遊戲系統啊 還有戰鬥動畫效果 是當時史無前例 現在看 雖然會有一點覺得 嗯 是很弱的感覺 可是那時候是非常厲害的 是近一點啦 我跟你講 而且這個遊戲呢 一代發明了一個非常厲害的東西 叫做 飛空體你們有印象的嘛 有 飛空體當時呢 對所有玩家可以說非常驚豔 因為我們本來都玩在村莊裡面 對 就在大陸上這樣做 大陸上 就想說 就在飛空體一起來之後 整個世界會變得更大 對當時的玩家 可以說是非常驚豔的一個發明啦 是 這個我們這邊呢 其實呢 就我們一代的遊戲片 好不好 卡甲 我當初也是看到這個卡甲之後啊 因為被它的封面 是天野喜笑畫的 就不插畫 就覺得說怎麼那麼像鬼啊 那我一定要玩玩看 他們有前幾代的那個 前幾代你看 前幾代的畫風都滿特別的 他這個人物的臉都白白的 很像殭屍 對 滿特別的 那沒關係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FF一代 我們打這個BOSS的畫面 好不好 一起來回顧一下 有沒有 一代其實我沒有玩過 一代那時候我接觸的時候 是一二代合輯 好像從二代三代才開始玩的 你看 那時候戰鬥 就是這樣 對耶 而且就是這個音樂 然後一聽到之後 就開始熱血沸騰 這個我覺得 剛剛可以變成鬧鐘的音樂 對 而且它不是升級的時候 或者 這個音樂也一直沿用到後面 都是用這樣 對 這是英文版的 小時候玩的是日文版 日文版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記憶電池 所以要輸入記錄的時候 都是要打像密碼一樣的東西 對... 忘掉密碼就整個沒了 對 就完蛋了 對啊 一代還沒有轉直系統 就是說還沒有那一種 白模倒式 黑模倒式 看一下 真的懷念耶 當時一定要一代是這樣子 其實那時候 黑紅白一座這樣已經很厲害了 你可以說是在玩的時候就 他們怎麼可以把這個機械性能 控制到就發揮到 這麼淋漓盡致的感覺 對啊 接下來我們來回顧一下 二代的部分 其實在FF2第二代當中 他們改了一個創新的技術了 就是把人物的等級 還有他的經驗值 統統給刺除掉 不覺得很厲害嗎 那要用什麼方式 對 當然我要怎麼升級呢 對啊 你們要問我才可以 怎麼辦 有一個成長系統的熟練度 所以你熟練度要越高呢 就是要用那個魔法 還有武器的使用次數越來越多 你的等級就越來越高 是的 這一次呢 其實還有一個特殊的新的系統 就是繪畫系統 因為裡面在對話的時候 有一些關鍵劇 然後我們來選擇之後 就可以用發一些這個事件囉 對啊 因為其實在二代裡面 它的故事 有另外一個很創新的系統 就是說 因為我們常常在玩FF系列 裡面每一代人都會有人死掉 對 然後我們常常會因為那種 悲重的氣氛 然後更融入那個故事的角色 記得我在玩FF7的時候 愛麗絲死掉 被刀插下去那一刹那的時候 哭了 真的是哭了 真的 你怎麼這麼像男人類 沒有 跟妳講 因為FF是好玩 因為它的劇情都做得太棒了 而且看著自己喜歡的角色死掉 是真的是滿痛苦的一件事情 真的 那這二代的故事呢 其實講的是這個 他阿梅基亞帝國的皇帝呢 他要從這個魔界呢 招惑很多的怪物來 屠殺我們整個世界 結果呢 飛逸成的四個少年呢 就跟起義軍一起 這個起義 要對抗我們的帝國軍囉 聽完你們兩個講 我就了解到了 FF2呢 其實奠定了 它整個系統的基礎啊 還有一個遊戲 有一個叫席德角色是什麼遊戲 飛空艇的那個船長 飛空艇船長 還有孝宗剛剛有提到的 陸行娘 所以這些呢 都是相當的有特色 是 這些都是在二代 才設的首次出現的啦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二代的遊戲畫面吧 有沒有 對啊 剛剛啊 他不是有講到說席德嗎 對 席德啊 在FF系列裡面 每一次都會出現 每次都會出現 飛空艇的製造者就對了 對... 二代我也沒玩過 我這樣看我來想起來 二代我沒玩過 我從三代開始玩 因為這製造還是紅白機的時代 對啊 因為其實在前幾代啊 他們這些角色 都沒有自己真正的名字 他們都是光之戰士 對耶 好像是 那個戰士你剛剛講的 小時候幹嘛看不懂 那怎麼闖關 我們小時候看不懂 但是我們照樣要玩 然後玩到後來 就大家會有一些簡單單子 比如說恢復記的這個熱門 或是恢復記的 不死鳥羽毛 對... 一定會記得 一定會記得一些的 或是一些魔法 小時候真的 我覺得如果這些都能夠中文化 就好了 對 好啦 接下來我們來回顧一下 三代啦 因為其實FF1 它是一個不成熟的 然後FF2是大家還在摸索 對 其實到FF3裡面有一個系統 是很多之後所有的玩家 在玩FF系列非常期待的 就是招喚獸 招喚獸終於出現了 對 因為就是有招喚獸 所以這個遊戲變得特別的好玩 而且之後有很多RPG遊戲 也真相模仿招喚獸 其實說到這個招喚獸 我個人是覺得 FF有一點已經走火入魔 招喚獸 他覺得招喚獸到後來的時候 我們玩到後面幾代的時候 有的時候 就是說過來看那個動畫 比如說召喚一次 可能要看一分鐘的動畫 我用這個按料到時候 對 但是是真的很精彩 畫面真的很漂亮對不對 招喚獸系統 另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這個系統 變得更成熟 就是我們職業系統 到了這一代 三代 我們這個水晶系統 提供了所謂的轉職 就是說裡面多達22個不同的職業 可以去轉來轉去 那很多玩家玩的時候就覺得 這麼多不同的搭配 玩起來變要更多端 所以很多玩家在戰鬥 其實都是為了要轉職 對 因為像我們剛剛之前講到 一代跟二代它都是光明戰士 講光明的 其實在三代的故事裡面 它既然有光明之後 竟然還會有黑暗 對 它在講說在世界上面 再有光明的水晶 因為大地震之後 所以這些四個水晶 都散佈在瓦爾村的世界各地 在這個時候 身為無名小卒的我們 對 然後去不小心的變成光明戰士 去找尋這失落的四個水晶 劇情好像都是這樣子 因為本來我是個 還不是被人家打的那個死角 怎麼原來我是拯救 世界的光明戰士 現在我有使命了 對 你們兩個太熱血了吧 其實呢 FF3在FF系列當中呢 首度突破了百萬的家績 而且它在FF的系列當中呢 也成為了紅白機裡面 最後一款的遊戲了 因為它在那個系統啊 還有情節 還有遊戲性上面 還有那畫面 還有你說的聲光效果 已經達到了巔峰 可是它也讓FF3呢 在FF系列當中呢 從二線變成一咖了 對 它整個變成 真正遊戲界的A咖的感覺 而且當時呢 我們那玩的時候其實就有很多這個 你記不記得我們剛剛出來的角色 叫做洋蔥燦石 對… 洋蔥燦石看起來粗粗的喔 然後真的很遜喔 但是呢 玩到後期的時候 可以轉職 對 那個感覺是真的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技能 都可以使用 我跟你講 因為洋蔥 大家不太會用 然後到後來就 它其實能力 我上次看那個 它是這樣 能力前面都這樣很低喔 然後到90幾級 之後才整個上去 對 然後最終洋蔥套裝的時候 就變超強 對 洋蔥套裝是反而 所有裡面職業最強的東西 對 所以這是一個滿令人家生氣的設定 因為你會要練它 會真的非常心 你真的要很多時間 一直去練功耶 對 所以當時呢 我沒有辦法這樣練下去 好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三代的遊戲畫面 那個是什麼 對不對 三代 你說哪一個 左邊 好帶 左邊是梅杜莎 梅杜莎 其實那個還沒收 會幫你實話 右邊那是不是四個人 四個你說的光明使者 對 然後他們就是分別不同 直接一個是戰士 紅魔導士 白魔導士 黑魔導士 真的耶 對 對 我很喜歡用火魔導士 我覺得他服裝超帥的 對 還有點像 不是那種印第安還是什麼感覺 對 可是他用的魔法 就是沒有像白魔導士跟 黑魔導士這麼專精 對 它有點卡在中間的感覺 對 他居然用這樣子的配 我以前都是兩個魔法 然後兩個戰士這樣子 是這樣子喔 對啊 就每個玩法不一樣 好懷念喔 真的 以前我們這樣的畫面 就可以很滿足了 對 那個就是加寫的魔法 對 都會記得那些 對 接下來 FFX4呢 到了超人平台上面了 那我們之前提到水晶呢 在這一次裡面 有特別多的變化一個設定 也就是說呢 水晶不再是主角獨享的 對 因為敵我雙方都可以 這個共同分享的一個新型態 所以也變成一個爭奪的方式 跟以前那種一方守護 一方破壞的這種模式 已經不太一樣 對 所以這系統的特色就是 加入了 ATB Activity Time Battle 對 就是在時間查的要素裡面呢 即時戰鬥 所以就讓RPG的遊戲裡面 更加緊張自己 所以呢 大家非常的喜歡 現在沿用之間喔 而且四代裡面呢 這華麗的飛空檸畫面 大家一定是印象深刻啦 而且呢 史克威爾呢 正式呢 從這一代開始成功進軍海外啦 因為其實啊 之前講到啊 他的那個所有的舞台 只有地上跟地下嘛 所以他在這一次喔 在四代裡面 他特別增加了一個月亮 所以整個舞台變得更廣大 那其實我覺得好玩的一個 他也一個人物設定就是 他也名的主角 赤裔隊長賽希爾 他原本喔 是一個黑暗的騎士 因為他很不滿自己的國家 巴龍國對人民的迫害 他覺得他想要反抗 那於是呢 他後來就開始被他們國家追殺 那其實在四代裡面 就在講主角賽希爾 他心情的轉折 他怎麼樣從一個黑暗的騎士 變成光明的騎士 還有啊 他碰到了愛情還有友情 其實整個故事變得很豐富 劇情是做得非常的棒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四代的這個開場動畫 水晶耶 飛空艇... 這個飛空艇 你看 對 這個也是在那個 超人主題上面 才會有放大縮小 還有馬上對 對 對 畫面真的你看 跟三代真的也是有差 戰鬥畫面也變成這樣子 這個就是主角 對 但這不是開場動畫 這是我們遊戲的一些畫面 對啊 真的不知道 像以前這樣子啊 就很單調 可是就很早 而且他說 他如果隱藏一些小小的地方 比如可以穿越牆壁或什麼 對 他有很多寶物 他藏在一些很機車的地方 所以你根本找到 你要穿著牆壁 他會有密道 你根本知道有些密道啊 有些什麼的 而且那都是很好的寶物 對 你要自己去就是撞翔撞撞看 對 你看看 對啊 我覺得是感覺好像 那時候遊戲裡面 就是無間道的感覺 對 你看他的角色就是從 複雜 對 很複雜 其實說到這個FF系列 還有太多故事可以講 不過今天礙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回顧一到四代 而且這邊不得不提一下 其實很多早期的玩家 有講到說 這個FF系列 感覺上都是單數的這個帶 大家比較重系統 然後偶數的帶 大家比較重劇情 那究竟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今天感覺上 也談到一點端倪的感覺 是的 而且FF系列 整個開發團隊 現在有300到400人 可是有一件事情 你們一定不知道 在FF第一代的時候 整個開發團隊 竟然只有12個人耶 現在想起來很不可思議吧 12個人可以做出這樣的遊戲 真的不可思議 而且呢 這個FF系列 他們採用的這個 製作方式很特別 採用一個叫 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做這個遊戲的時候 他是先了解這個機器 它本身的限制 它機能 大概極限在哪邊 他們了解了之後呢 再來設計出整個遊戲觀 跟這個世界觀 接著呢 才去創造出 適合的人物放在裡面 所以呢 最後才能造就這個遊戲 變成這麼了不起的一個原因 是的 說得太好了 不過呢 現在我們要謝謝我們今天的少中 請我們來聊這個 命人懷舊的小故事 小遊戲 真的 我們這樣回顧一下 FF系列的感覺又回來 回去好不好 十三代 我知道我們都還沒有破 好 今天再來就謝謝少中 謝謝 謝謝… 可是你知道 玩這個遊戲的訣竅在哪裡 訣竅是什麼 就是啊 我覺得 只要贏了很多錢 或者是得到了財神或衰 你看 得到衰神 如果剛剛有存檔的話 我就可以回去讀取進度 就沒有衰神啦 FN用大法就對了 對 來 歡迎回到電玩快達 主人 你知道最近是電玩界的什麼大日子嗎 我當然知道啊 這最近是東京電玩展的參展期啦 從9月15號到18號 今天是這個第三天的嘛 小哥你也關心這個事情喔 其實呢 我也有代言過電玩嘛 所以電玩界的消息 我會小小的Follow一下 有Follow一下嗎 而且這一次我知道呢 有3DS還有PS Vita呢 都是第一次參加TGS的展覽 而且在3DS裡面呢 卻有48款的遊戲喔 像是《王國之星3D》 還有《音速小子世代》 《蒼藍冒險》 另外在PS Vita的部分呢 有7款新的遊戲啦 包含像《倉意末世錄》 連續變換擴充版 另外還有 對不對 都發表了好不好 還有其他的新作 像是PS3的 《沉默之秋奏語》 還有跨PS3 360的二元領域 都會在這次的TGS上有展覽囉 是的 關於更多這個 《TOKYO GAMESHOW》的消息呢 我們節目準備了一些 這個給大家看啦 可以來本週的Hustle星天 接下來要為大家介紹的 是我最愛玩的遊戲之一 橫衝直撞最新系列作 橫衝直撞 極速狂飆 遊戲共有三種模式 六個獨特地點 十八個衝撞交叉點 這次遊戲不但講求不同的技術層面 我們還可以發揮極限戰術 當然最受大家喜愛的碰撞模式也保留下來 讓我們來大搞破壞 至於想從頭到尾都想做個安全駕駛的人 應該是不太適合玩這款遊戲的啦 想到玩遊戲的精華 就是要撇開一些道路駕駛的常規 當真遊戲嘛 大家就好好的放鬆一下吧 線上通測立即吸引超過百萬人加入的 360超級大作《戰爭機器3》 即將引發讓人前所未見的人獸大戰啦 這款第三人稱動作射擊遊戲 不但是《戰爭機器》系列 三部曲的完結篇 我們還會深更實際的體驗到 傳說中英雄馬可斯菲利如何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 率領D小隊展開突圍喔 而且本次還收錄了全新改良強化的持久戰2.0模式 加上新式的關卡設計 勢必會比封測時更緊張更刺激的全新體驗囉 在這次的戰鬥中 我們要一邊翻滾閃避敵人的攻擊 還得要適時找掩蔽物 配上各種武器的運用 瞄準敵人甚至在隊友高地時伸手支援隊友起來呢 方式用想的就讓人熱血沸騰囉 另外遊戲裡 除了可以讓我們展開大肆破壞的獸人模式外 這次在合作模式中 我們首度嘗試扮演女性角色安雅喔 哇 看起來遊戲內容 真的是豐富到讓人瞠目結舌耶 不跑去玩一下好像對不起自己喔 9月7號才展開測試活動的線上3D浪漫閃小遊戲 鬥神Online 這一次公布了有趣的內容喔 遊戲中除了有九大門派提供我們選擇之外 還將遊戲人物分為寫實與Q版的風格耶 寫實的看起來不錯 Q版的也很鬥趣可愛 哇 好難抉擇喔 另外各種新潮的服裝 以及有別於其他遊戲的坐騎系統 像是能讓我們乘坐月亮造型的月牙 或是能邀請好友一同出遊的魔坦花床 雙人戰相 大王龍等等 有好多好多介紹不完啦 還有還有能幫忙打怪 又能跟主人合體的侍寵系統 無論是72邊的孫悟空 還是腳踩瘋伏輪的挪刹 動作優美的嫦兒仙子 每個人物都讓人看了好喜歡耶 想想看把這些人物聚在一起打BOSS 畫面會有多精采 大家想扮演小說中 傳說中的神仙角色嗎 那可絕對不能錯過這款遊戲喔 主人 我現在和你們的電玩節目呢 常常會介紹一些新的遊戲 給各位玩家 所以今天要介紹什麼樣的新遊戲 今天呢 妳算是行啊來 知道我們常會來這一招 所以試玩一些遊戲給大家看 今天呢 我要推薦給大家這個 這個是這個iPad跟iPhone上面 都可以玩的 那個Bouncy Mouse 那遊戲呢 就在這個字面上一樣 就乳酪啊 狼貓啊 老鼠這樣子 好不好 給大家看一次 在這邊 有沒有 聽到音樂就先開心了一點 來 比如說 我們先選一個關來玩好了 玩的時候呢 一開始有貓 因為貓會把你的乳酪給偷走嘛 因為老鼠很喜歡吃起司對不對 那我現在就是扮演這個老鼠 它是很有彈性的喔 我可以把它彈出去 你看這樣 然後這個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找自己的角度 彈出去 那你不會被蜜蜂叮到 被叮到會死掉喔 那我現在就往下彈 然後再彈走對不對 好靈巧喔 你看 誰要把每塊乳酪都收集到 對 盡量收集到全部的乳酪 就回來 然後再過去 不可以 然後你看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不知道整個關卡 大概長什麼樣子的 沒關係 我們就要把這個畫面這樣說 這樣說 你就知道說原來貓在這邊了 好 我們就一路讓自己有沒有 盡量的一直往上彈 是不是 滿滿可愛的小遊戲啦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呢 這遊戲不只好玩的地方在這邊喔 你看這邊是選關卡對不對 但是呢 其實我們只要每一關 達到百分之百 收集那個起司的話 就會多一些新的道具 比如像這個 或是你看這個 就會把它改變它的服裝 或是後面的現變顏色有沒有 它也可以玩Cosplay 對啊 你看 就可以把它可以變這種造型 推薦給大家啦 我覺得這個還滿 滿有趣的想遊戲啦 OK 而且男生 女生都喜歡 對啊 那妳呢 本身今天要推薦 什麼遊戲給大家 我要介紹的是 相信大家都對它不陌生 因為就是我們從小玩到大的 大富翁遊戲 大富翁遊戲 可是它現在的名字叫做是 大家來搶錢 是不是很吸引人 這個遊戲...我也有玩 後來它其實有三根甩子 你每次要走多少呢 由你來決定 其實像大富翁一樣 可是你知道這個 玩這個遊戲的訣竅在哪裡 訣竅是什麼 就是啊 我覺得 只要贏了很多錢啊 或者是得到了財神或衰... 你看 得到衰神 衰神入 剛剛有存檔的話 我就可以回去讀取進度 就沒有衰神啦 對 不是 我覺得這個遊戲很好玩 我覺得這個遊戲 當然你那個是一個 比較下流的方法 但是我建議玩這個遊戲的人呢 可以多買一些購地卡 對啦 購地卡是很好用 購地卡直接搶過來 而且連房子都是你的 對 整個搶過來 但是購地卡 在改版之前比較好買 現在是變比較難買 然後我建議大家 盡量變成每一間公司的經營者 就是把股票買多一點 可是女生對股票很不懂啊 所以我不敢買股票 我跟你講 買股票才賺最多 妳相信 可以試試看好不好 因為每個月都會有分紅啊 我倒是沒有想過 對不對 這個遊戲大家來搶錢 然後裡面地圖也非常多 一樣推薦給大家 可以到不同的國家玩 是的 而且我現在是免費的遊戲 可是現在它改版之後 就變成HD要下載 所以妳就不付錢了 我就繼續玩 舊版就好了 好啦 沒關係啦 看一下本週的 哈燒新遊戲 出發 我們將藉由遊戲 體驗到更多歐洲中世紀的歷史人文風貌 遊戲中 我們扮演的王國 將被夾在貴族與海盜兩個族群之間 就算我們不去拜訪他們 對方也會自己找上門來 而且通常自己找上門來的 都沒有什麼好事情啦 最好要有個被搶劫的心理準備喔 另外在創造角色方面 也提供了更多的物件 讓我們能享有更高自由度的人物特色喔 不管是刀劍與魔法 還是劍勢間的打鬥對決 甚至出現小丑上斷頭台的鬥趣場面 像是重新翻開故事書一樣 讓我們再次體驗到 不一樣的中世紀風情喔 我們期待已久的 武裝神技系列最新作 終於要跟大家見面囉 遊戲至今已發售 超過20款的系列作品 而唯一不變的 就是那讓人看到就會愛不釋手的 MMS人物造型啦 遊戲中除了越來越多的載具型MMS 像是最初的天使與惡魔 或是比較近期的小提琴心MMS 便吉他型MMS 都可以讓我們自由選擇之外 多樣化的擴充武器套件 更可以讓我們親手打造出不同於別人 專屬於自己的武裝神機喔 而對於目前釋出的遊戲影片與內容來看 好像比電玩小組當初介紹給大家的試玩版內容好有少耶 後來還是只能等到遊戲發售實際玩過後 才有辦法體會到它的樂趣啦 話說啊 電玩界這個月最HOT就是東京電玩展啦 跟著東京電玩展的前戲 遊戲橘子日行在台灣發表旗下的四款大作 這種大事GameGX小組怎麼能錯過呢 當天遊戲公司可是邀請了世界各地的媒體記者 為的呢就是要搶先發表CoreBlaze 蘭格麗薩戰技 Diera Concerto 以及Dream Drops四款強作 活動當天 GameGX小組特地 請到幾位遊戲製作人為我們介紹遊戲喔 現在呢就讓我們先看一下 這款很有魔物獵人感覺的遊戲CoreBlaze吧 CoreBlaze這個案子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我們將動作遊戲給線上化 包含幾個比較重要的點 一個是環境跟玩家之間的互動 那再另外一點是玩家跟怪物之間的互動 那再來一個就是怪物跟環境之間的互動 這三個互動會連成三位一體的全面性的互動 那它會創造出玩家每一次進來一個地方 碰到同樣一隻怪 它可能會得到完全不同的感受 目前這款遊戲還在開發階段 我們期待這個第一款由國人開發的純動作遊戲可以發光發熱囉 這會上我們來看到可以音樂為主題 並且華麗視覺風格的遊戲Tierra Concerto 這類型的遊戲啊在台灣相當的少見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有藍 藍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它在這個音樂就是魔法接用感覺 這是在遊戲裡面你會用這個音樂來蒐集各種各樣的 我們叫音速換了這一種魔法的元素 之後再使用這一種方法再用研究跟樂器呢 來做出各種各樣的魔法 另外一個部分呢就是我們就是 就是Tierra Concerto會是一種動作類型的一種玩法 那在動作類型的遊戲裡面呢 你沒有命中樂這種概念 就是玩家看它的技巧啊 它的技巧好的話就是 就能夠對著怪物的時候 能夠用技巧來迴避這個 或敵人的攻擊這種類型 這一款已經由藥術為主的Tierra Concerto 看來可以吸引不少的玩家喔 在四款遊戲裡 有個帶童話風格的遊戲Dream Drops 在現場吸引了不少媒體的注意 Dream Drops這款遊戲呢 是一款以童話為題材的遊戲 那在這個遊戲裡面 我們綜合了很多的童話故事 大家都耳熟能詳的童話故事 比如說像是綠眼仙松 愛麗絲夢遊仙境 那在我們遊戲裡面 我們把它做了一個融合 所以我們在這個故事上面 做了一些改編 我們希望讓故事跟人物 都呈現出不一樣的感覺 讓玩家進到這個遊戲裡面來 能夠有一種既熟悉 又覺得新鮮有趣的感受 另外會想中來展示了 目前開發中的 藍格麗薩戰技 它呢是改編單機遊戲 Langreaser 遊戲將注入許多全新元素 強化女神提問的經典特色 現場還很多Web Game 跟行動裝置遊戲的展出 到時候我們也希望 有更多內容 可以提供玩家們體驗一下囉 歡迎回到電玩快打 少爺… 幹嘛叫我這麼急呢 什麼事情啊 有事情趕快禀報吧 少爺 你講話怎麼乖乖的 突然那麼斯文 我不習慣 因為呢 我現在開始大變身了 大變身了 我現在已經變成了 但你就是 我就是你的丫鬟囉 沒有錯 夫人回來之前不如 另外 你… 怎麼了 我真適合 你剛剛扮什麼 到民視一點都不笑 好啦… 還是好介紹一下遊戲啦 OK 本座主角先要介紹 而且呢 在我女僕守則第三條裡面 就有寫到 全面對抗系列作品 曾經賣出了 五百萬的銷售佳機喔 等一下 歐斯可以一下 女僕守則不是通常都會寫一些 譬如說拖地啊 洗衣服啊 煮飯之類的 為什麼會寫這種遊戲的事情 因為我們女僕呢 可是要全能的 因為我們是電玩女僕啊 所以呢 我們的電玩女僕守則 應該就是跟 資質統的 你可能差不多那麼厚吧 很賣腦啊 好啦 其實這一次的故事呢 我們講了這個 這次的主角呢 就是在二代裡面呢 把這個主角殺掉的少兵 喬瑟夫卡佩里拉 那這故事呢 發生在二代結束後的四年 也許是1957年的美國 在這個遊戲裡面呢 就是為了男主角呢 要保衛地球 所以呢 他要跟另外一個星球的合成獸 大混戰 這樣子才可以保衛星球啊 那在這個戰役方面呢 其實我們可以 這個通過網路 跟人家連線合作之外呢 這一次呢 也可以在單機上面呢 透過分割畫面 來跟人家合作玩遊戲喔 所以在多人的連線模式裡面呢 這一款遊戲 最多可以支援16位玩家呢 而且人類跟合成獸呢 就可以展開大混戰 看誰輸身贏囉 而且這次遊戲呢 特別要支援這個3D螢幕之外呢 它也支援的PS Move 給大家看一下喔 你看 Jodan Move上面呢 如果你有買這個槍的話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帥氣 有沒有 這樣子 而且後面還可以 這樣子嗎 這樣子 在這邊啊 吃得很帥氣的感覺好不好 真的 那我們現在就幫大家 試玩一下這個遊戲啦 現在直接幫大家試玩一下 你看 這個是很刺激的遊戲 有沒有 敵人來襲啦 上面 好 開始 你看喔 我們現在很多種武器可以選擇 現在這麼多種 來 選一個厲害一點 選一個厲害 你打得到嗎 是空中的... 謝謝 飄低了 你也要躲喔 再換一把武器好了 這個不是很順 打不好怪武器 好 我先躲在這邊 沒關係 好 換一把 換這一把 換這一大把的 這一把好了 而且也可以丟這個 把對方防護罩 為什麼我都換得怪怪的武器 對啊 你這個有點不舒服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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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槍 有沒有 整個變厲害 掃射 一樣 把對方防護罩先去除之後 看到了沒有 他們都在這邊在保護到保... 你這樣太賊了 好 好 滿刺激的 先躲起來 這個... 這個是...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好 要感覺一下 先把防護罩去除 你為什麼打不死 因為我把防護罩去掉 好啦 稍微給大家感受一下啦 等一下就有詳細的介紹囉 沒錯 現在馬上為大家推薦 本週的朱大星 全面對抗3 全面對抗3 3 這個數字在各個領域來說 都是神奇的數字 不管是電影 或是遊戲 常常都以3為一個段落 我對遊戲機來說 今年 可說是續作3代的一年 許多大作呢 都剛好出到3代 本週主打星 全面對抗3 就其中一個例子喔 讓我們來看看 故事是否會在這一代 找一個段落唄 全面對抗3的故事 是發生在前作的4年之後 邱特夫的殺死2代主角 孩兒之後 離開了軍隊 不但結了婚 也有了小孩 本來想說 這下可以安安無穩地 活完下半生了吧 誰知道啊 人生不如一之事 十有八九 雖然某天的突然 被代賽的 馬力科夫博士照上 來就算了 還順便帶上一份大力 告訴我們 如果不去紐約 解決會引起冰洞性感的高塔 這世界 就要距離變成一個 冰風的世界 那個時候啊 可就沒有哪個人 能安穩地過日子啦 在這一代遊戲的系統中 本身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基本啊 成熙成績一代的架構 和遊戲畫面呢 就因為是由新一代的引擎所製造 所以啊 後面顯得更加的細緻 動人 這些風吹 以及粒子效果 顯得非常的自然 真實 另外 關卡上的變化 也非常的大 有時呢 是小鎮的攻防站 有時啊 要在船上 面對合成獸的包圍 或是在雨天裡面 付送重要的物品 甚至是在火車上 面對人類暴徒的圍剿 不過呢 這都比不上 滿是怪物的巢穴中 遇上鬼擋牆 來的淒慘啊 誰來救救我啊 到底出口在哪裡了 遊戲中各式各樣的武器 也是本作的重要特色之一 不但武器種類眾多 而且啊 沒有武器攜帶上數量的限制 所以呢 不管路上遇到多少種武器 我們都可以把它帶在身上 而且呢 武器本身 還有等級的要素存在 我們呢 只要越常使用特定的央武器 它的等級 就會快速的上升 所以等級也不同 也會有不同的攻擊效果產生喔 就一個例子來說 當散彈槍的等級提升之後 攻擊敵人 甚至還讓對方 著了我耶 不過呢 就算武器還沒提升等級 從剛入手開始 武器就已經有兩種攻擊模式了 就讓我來介紹幾個 比較特別的武器吧 首先 以麥格隆手槍來說 基本模式是讓我們發射爆破性的子彈攻擊敵人 但這些子彈在一開始 就會停留在敵人身上 而不會爆炸 就讓我們啟動模式2 去引爆它 才會一次把全部的炸藥都引爆喔 而牛眼金管槍跟麥格隆一樣 是它一開始就會取得的武器 在普通的模式當中 它呢 就是一般的連發攻擊性武器 不過啊 在模式2中就是 一個實用性非常強的武器囉 因為模式2中啊 我們可以任意鎖定一個目標 當作攻擊的對象 之後 不管對方逃到哪裡 只要我們按下扳擊 子彈 可以自動追蹤敵人 除非是被障礙物擋住 不然啊 就算對方逃到天涯海角 子彈都一樣會用打著對方 挨挨叫 這樣的武器 越來越簡單一些 跑得快 又跳得高的壞蛋 是最棒的 萬一跑得再快 也沒有子彈快 是不是 接下來介紹這把槍 我們目前呢 稱它為透視槍吧 因為啊 它最強大的功能 就像名字上所說的 透視能力啦 當我們進入瞄準狀態時 我們就可以看到 畫面展開成一種 電子螢幕狀態 這個畫面之下 所有的目標 都會標示成黃色的 而且啊 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無視任何的障礙物 不管我們眼前 有沒有被牆壁擋住 只要進入瞄準模式 敵人通通一次打開 就在我們面前 你以為這樣就很厲害了嗎 錯 我告訴你 它更厲害的地方 還在後頭咧 穿點子彈 有透視能力唷 嗯 講得更正確一點 就是它的攻擊啊 可以穿透絕大部分的障礙物 當然 是除了防護罩之外啦 這代表的意思 就是我們可以 帶在一個安全的小房間裡面 讓外面的怪物 一個接一個地幹掉 而不用擔心 少任何的攻擊 有夠爽了對吧 不過啊 可惜就是可惜在 太過破壞平衡 所以彈藥不非常的少就是咯 就像他 還有其他 消息遊戲中 必備的狙擊槍 當然也不會缺席啦 主要模式都不必介紹了 反正啊 就是一般的遠程狙擊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它的 模式2 可以使出隻子光束攻擊 這種攻擊威力強大的程度 甚至啊 可以把遊戲中 絕大部分的敵人 都一擊必殺呢 當然 我們在這裡說的是 不包括魔王等級的怪啦 再來呢 介紹一些屬性武器吧 比方說這個電流槍 這是屬於一種近距離 大範圍攻擊武器 為什麼說它大範圍呢 因為啊 它在攻擊上有一個特性 就是要把鄰近的敵人 進行串聯 所謂這個串聯啊 其實呢 我們可以把想像電流 在導體之間 傳導一樣的意思啦 當我們電到一隻怪物身上時 若附近有別的怪物 跟它靠得很近 那卻發生如熱熱不如重熱熱的效果 大家一起被電得叮叮叫 場面真的是非常的熱鬧耶 再來 就是兵屬性的敵文槍 敵文槍的主模式 跟副模式是要搭配使用的 首先讓敵人出現時 我們對敵人射出冷凍翼 把他們全部變成冰棒 不過啊 在這個狀態下 敵人只是被限制行動而已 還沒掛就是啦 這個時候 要趕快補上第二發 又是模式2的 衝擊砲砲擊 也可以稱之為 爆冰模式 把那些大冰棒 直接也爆成爆冰 喔齁 大家可以看到這樣的畫面 是多麼的上心悅目啊 在這裡呢 再特別介紹一個恐怖的武器 一種深化武器 這把武器的主模式 必須先集氣再發射 接著呢 會捨出病毒到敵人身上 用非常恐怖的速度感染對手 讓它變成一顆大毒瘤 而且啊 它是會爆炸的那一種 沒適可被靠近喔 它的不武器就更恐怖了 射出去之後呢 會形成一片毒霧 只要你站在毒霧的範圍之內 那就準備變成大毒瘤吧 既然遊戲中設計了這麼多樣化的武器 給我們來使用 當然也少不了 各式非常地補足囉 專門當我們練習對象啦 大家都知道 我們主要的對手是那些 長得好像有點像人 但其實一點都不像的 合成獸 不過合成獸本身 有許多不同的型態 比方說最常見的 就是這種配備武器 和簡單裝備的合成獸 他們出場呢 畢竟是成群結隊 基本上就像是步兵的角色 我們將會在大部分的戰鬥中 遇上他們 另外還有這種裸體的合成獸 這種呢 屬於剛被轉化成的合成獸 他們天性喜耀自然 所以都不太穿衣服 興趣呢 就是成群結隊的裸奔啦 而且一般來說 都是奔向我們 所以大家記得要趕快 舉起手上的槍支 幫他們冷靜一下 而這種叫做長腳的合成獸 是有經過特別的改造 他們的腳特別長 又特別會跳 行動力呢 特別的強悍 我想啊 發展是練過田徑的人類 轉化而來的 所以整天呢 都在那邊跳來跳去 好像不會樂一樣耶 遇到這種啊 記得把牛眼機關槍拿來用 只要使用模式2的鎖定功能 鎖定啊 管他跳到天涯海角 我們也要能夠打得到他啦 還有一種比較不幸的合成獸 就是這種 毒瘤合成獸 他們只要受到一點輕微的攻擊 就會引發病變 瞬間 種成一顆大毒瘤 這種怪非常的恐怖 如何能讓他靠近啊 可是會自爆給你看 保證盆得你滿臉都是 另外呢 他們跟裸體合成獸感情比較好 所以亞哥會一起出現 最討厭的 就是偷偷混在人群中 以為可以神不知 鬼不覺地靠過來 抱你都坐手不及 真的是很討厭耶 小兵 小兵既然都這麼討人厭了 BOSS當然好不好到哪裡去啦 在全面對抗中 BOSS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每個小說 都有兩層樓高 而且啊 每個都有各自的脾氣 不用對的方法 是很難打倒他們的喔 比方說 一開場就來導彈的 這是四角機器人 一出場 有附帶子的防護罩 好像專門來教我們 電子脈衝手榴彈 是怎麼用的也一樣 像遇到這種怪物啊 在還沒打爆防護罩之前 所有的攻擊都是無效的 而就像前面所說的啦 有顆電子脈衝手榴彈 護盾也就瓦解囉 要打BOSS 除了知道BOSS的脾氣之外 然後對周圍的環境 又相當的了解 除非我們手上 有無限火箭炮 不然呢 絕大部分的BOSS 都是沒有辦法硬幹的 象徵只有三四層樓高的大怪物 一定要利用周圍的地形 迂迴的攻擊 千萬啊 也傻傻的衝到它面前 以象棋撈爛 還有一些啊 用特殊方法 才打得死的 像這隻端地怪 就得利用場上的一缺罐 來炸它 否則啊 找到彈境圓絕 也是沒有勝算的意 再來看看這一隻 出條率還蠻高的 金剛型BOSS 不知道為什麼 像是用大金剛為半分 來設計的BOSS 非常頻繁的 出現在這個遊戲中 我們幾乎呢 在各大遊戲中 都能找到它的身影 他們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無視地形的橫衝猛撞 遇到這種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要想怎麼逃 因為它一定會衝過來 只要能躲得好 就已經成功一半囉 接下來啊 只要趁衝打 對它弱點攻擊 就可以準備收工囉 快打實驗室 歡迎回到電玩快打 親愛的小夫人 你知道嗎 身為一個心戰迷 它最需要是什麼東西 主人 你等我一下喔 喔 喔 是什麼呢 主人 洗澆水 我已經幫你算好了 好 那我們就來洗個腳吧 不是這個東西啦 心戰迷要洗澆水幹嘛 心戰迷呢 真正的心戰迷 最想擁有的東西 當然就是一把 屬於自己個人的光劍 大人 來 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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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救你了 你...不要打主人 你打主人也要看仆人是誰嘛 而且你真的太弱了啦 什麼太弱了 不要被你下去了 好啦 其實呢 我們今天 我們在快打實驗室呢 請來這一位呢 就是我們這個心戰迷 Max 一起歡迎他 謝謝 Max 真的是 你這樣可以講話嗎 聽得到嗎 聽得到 真的會講話 我跟你講 等一下再把面具拿下 因為我要讓大家看一下 我不恕我直言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他整個比例 為什麼我真的覺得你的頭 好像有變大的感覺 真的變大 為什麼 因為亞洲人的身材 根本有這樣 因為在電影裡面 這個是按照這個電影的 真實的比例去打算 因為頭盔是 原本設定的比例 那個演員他是個摔角牆手 所以他290公分 對 難怪我覺得 我看黑武士裡面好高喔 對 所以差點要戴這麼大的頭 那我們一待就看起來 會變得頭很大的感覺 對… 好 我們可以把面具先拿下來 大家看一下 你如生真面目好不好 好 還是說你已經就是說 因為太喜歡了 所以拿下來裡面也長不一樣 是頭盔 是這樣子的啊 對…分兩半 這個頭盔是去哪裡訂住的 這個就是當年 他們電影的道具 然後再翻模 電影的道具去翻模 對… 拿起來 會比較狼狽一點 哇 裡面都是汗耶 你看人家好辛苦喔 來…幫他拿一下 OK 可能要放在那個綠色上 好 我幫你放… 來… 剛剛你說這個頭盔是特別去 網路上面訂做的 它是官房當時 對 限量販售的 那你這身衣服其他部分 衣服的話就是 像布的部分拿回去自己去 去吸氣認作 因為比身材比例的問題 體液的話也可以請人家去移車 那像是有些道具會亮得不一樣 有些亮的部分就是 他們官方發行的這樣子 但是他們當時沒這麼亮 那我們就是也是請 像我朋友馬可多這樣 幫忙去做升級這樣子 所以要找到自己的朋友來這個 把這個變得更厲害 你看更厲害 這個特別的亮耶 對… 那還有一些你其他收藏 你又有收藏一個這個 絕地服是不是 來…看一下… 這一套服裝是怎麼來的 這一套服裝是電影公司 就是拍完之後 他們會有一些樣板嘛 對 那我們有一些網友 去跟一些廠商上去洽談 說可不可以取得相關的一些打扮 還有一些設計和布料 那就是去跟它這樣 一樣畫圖這樣 一直出來 所以這跟電影音是一模一樣 對… 我這邊有一些圖 好拉縫 那你穿這套衣服的時候 通常會去逛街嗎 還是做什麼事 基本上我是穿不下的 因為我太大一隻了 我是橫的大部分 就喜歡擁有它就對了 對… 還有什麼 聽說你有一些道具是真的 跟是從電影裡面拿出來的 對 他們當時電影會有流出一些 就是變長 這一支 這是當年一批六的時候的 黑武士拿的道具 當時會做很多把 因為有時候會怕打壞的時候 要備用 所以這一把是當時 真的在電影裡面出現過的 他們會做很多 做很多把 但不見得是拍的那一支 對… 你要求的太細了 對 要備用 但至少這個時候可以 因為歷史太幼久的時候 已經秀成這個樣子了 你看 你有點生鏽的 鏽得很嚴重 但我也不想去驚它了 因為這個就真的是 歷史很奇妙對不對 對… 還有什麼其他的收藏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好奇這一把 這個是一把魚傘 魚傘 對 因為小時候 小朋友都看到那個電影 都會拿魚傘來當光劍嘛 所以基本上就把它做成 劍柄 然後它的傘套 這把超可愛的啦 對 傘套就變成紅色的 所以它上面會有一些圖案 可以按 對… 它裡面有一些圖案 像星星的 你看上面 星星的 像在裡面像滿天星 星球 你看 對…星星球 好像你被照在銀河器裡 對啊 你就整個好像在銀河裡面 對 有些圖案對不對 還有什麼關於這光劍的收藏 我發覺你好像很喜歡光劍 就是光劍一類的 像這個是很久以前的 大概1997年的 它把光劍做成 這劍柄的部分 做成像一個遙控器 遙控 對 電視遙控器 是這個遙控器耶 對… 你看到嗎 上面會有一些 好小的按鈕 這個可以跟我們家裡面的電視 可以對一起嗎 對 它有很多頻率 是可以去匹配看看的 這個好酷喔 好重要 好玩的 對不對 這買得到嗎 這個97年應該是還可以買得到 在網路上 這個超酷的… 你現在又買了一個 像這個也是很像 但是它是手電筒 光劍手電筒 對 會亮 而且還有音效 這滿適合女生的 因為它比例小一點 這個真的 好厲害 好豐富 但是我跟你講今天 其實我們當然知道 原先除了這個 說原廠發明 比如說電影公司發行的之外 還有一些東西 是我們自己會去改裝它 比如說幫你提升 你這個亮度的部分 對… 這個也有個你的幕後工程 這個其實也是我老朋友 老朋友 對 之前我們都說它是阿福 蝙蝠俠裡面的阿 對 蝙蝠俠裡面的阿 阿福 一幫蝙蝠俠製作很多道具 其實它真的是有一個名字 它叫馬可多 我們來歡迎馬可多 馬可多 馬可多不要再搞笑了 沒有進來 沒有 好煩的你 來…馬可多…來 馬可多要劈腿 對 我跟大家講 不要看他胖 他是很厲害的 你劈個腿我們讓他看一下 好不好 對 可以 行的啦你 大家都要看 但是其實你今天 不是要叫我們劈腿 劈腿有沒有 來… 所以現在這位 不知道是尤達 還是史瑞克的綜合體 這位馬可多先生 麻煩你把面杖拿一下 跟大家打招呼好嗎 好 有沒有看到 來…馬可多 馬可多跟大家打個招呼一下 哈囉 馬好上電視 馬可多 馬可多 我跟你講 你真的很厲害 因為聽說你這個 也在教我們做光劍 光劍你大概做了多久 我從開始玩到現在快十年 十年 你本來是學什麼的 跟我們大家講的 我原本是學機械 可是因為想要做光劍 跑去學光電 你是外來要做光劍 跑去學光電 對… 你要盡量叫我們這個 做光劍對不對 對 教我們如何從這個 身邊都可以買得到的材料 做出一把光劍 好 來 有請 像有沒有 我今天來這邊教大家 其實說我會 一開始其實光劍的東西 就是從身邊的身上找出來的 像當時拍電影的時候 喬治盧卡斯也是去片場 或是水電行找一堆 不要找多一堆起來 對 所以我是按照這個模式 因為原力處處有 你知道 所以高處都可以找到材料 像LED LED有沒有 李奇可以去光劍商場 去光劍商場買 你要買高亮度LED 5發的 好 然後呢 所以買來的LED燈 就大概這樣一顆一顆 對 它是一顆 這折過的 買來的像這樣子 買來是直的對不對 它像這樣直的 然後我們進去 對 我們會做一點小加工 好 一點小手工 然後它折起來 對 然後像一些 如果做光劍 你一定要有些基本材料 基本的工具 對 有沒有 這些都是在武進行買得到 什麼堅塑的錢 寫果錢 巴拉巴拉的 然後再來 熱龍槍 熱龍槍一定要準備一下 很漂亮 然後呢 電池 因為你一定要有能源 沒有能源是不行的 對 用原力是無法讓它發光的 好 所以我們要買電池補充一下 還有膠帶 為什麼呢 等一下你們就會知道了 然後再來呢 這個東西 是水電行買來到了 這叫什麼 擠衣機的給水接頭 這個等一下可以拿來做開關 給水接頭 可以當作我們光線的開關 真的 因為只要發揮巧思 真的原力處處有 好 然後劍餅 什麼呢 這是水管 水管 這真的可以鋸水管 一般的水管 你只要鋸成斜口或是平口 然後簡單上個色 就這樣感覺了有沒有 對耶 你上個量器 對 然後你再貼一個膠帶 或貼個東西 甚至有些人在上面做彩繪 有的人把粗音貼上去 漂亮 對 都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這種透明的管子 這種透明管子有很多 像壓克力管 壓克力管 然後那個海報筒 我們裝海報筒那種管子有沒有 也可以 也可以 只要是透明塑膠的 然後基本上敲起來 有彈性的就可以找得到 裡面這個白白的是 白白的是泡棉管 人家拿一桌冷氣的冷凝管 外面隔熱的有沒有 這種東西要靠一路都可以找得到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比較難的部分 因為要發光什麼的 對… 其實這些東西 你都可以發揮巧思 去這邊的B&Q 水電行 那類的找 但是最難的 其實你要花點心思 你要把LED串成 從一顆一顆LED 對 然後做一點小加工 小手工 把它摺之後 對 然後再摺成像一串一串的 然後再把它全部併起來 這個中間用什麼方法 把它黏起來呢 用焊槍 用焊槍把它黏起來 用焊槍 對… 所以小朋友千萬不可以自己做 你也有大人在喔 好 這邊一排了 對… 我先從基本它的交情 你買到的以流率像這樣子 它是兩支兩邊的 對 然後呢 用你的可愛的手 把它掰成兩邊 就像我剛剛練習劈腿一樣 把它掰成兩邊 對… 一定要劈開 謝謝 然後呢 拿尖嘴錢 把它摺成一個90度 摺成一個90度 一定要90度喔 因為90度的話 摺起來越漂亮 它光劍就越來越正 然後呢 拿一張你不要的信用卡 好啦 是電話卡 不要講信用卡太傷感對 減到一個忽略的寬度 對 像我習慣用15或12 然後呢 對著LED的邊邊 它可以把LED摺成固定的間距 每顆LED間距都一樣的話 它做成條狀光源的話 就會很… 亮度平均 對 你找到重點了 當然 不錯… 專業好不好 然後摺起來之後呢 它就有一個腳膠 腳膠 你把很多東西摺 你就每個動作都做一樣 然後把它搭在一起 靠在一起而已 對 這樣搭在一起 對 然後在國外呢 國外的同好呢 把我這個LED 叫LEDStrip 就是T狀型的LED T狀型 對 OK 然後用尖嘴前 夾起來 夾起來 就是簡單的一個兩個意思 哇 就這樣子 然後一個一個把它串起來 對… 然後我個人會建議說呢 一次串五 一次夾五顆 然後呢 五顆再變成一串 然後一隻光劍呢 大概是六十到七十顆 不等的數量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 就要考驗你的耐心了 這個真的還要… 所以像女生做家政客 對啊 我會裁縫喔 我沒有很在意 沒有 我在講我手都很細好不好 它是真的厲害 你要看我手指短短的 告訴你 你手指動起來還滿快的 像這樣子有沒有 像這樣子就好了 像就好了 沒有 因為我折很多顆了 好 然後拿焊錫 再來把接點的地方接起來 把它接起來就可以了 好 然後你就是一樣 照這個模式呢 把所有的做起來 就像這樣子 哇 對 然後把它排起來之後 就把它放到我們這裡面去 是的 排起來之後 再用我們居家好用的工具 膠帶 膠帶 然後膠帶呢一次 我建議四一小段 大概十到二十公分就好 因為太長的話它會飄 你把它貼起來有沒有 它就會很光滑 就很好塞 進你的泡麵管裡面 然後你再 然後除了把光是塞進去之後 最後呢 我們再把剛剛你提到的說 這個像是 一些水管把它弄上來 對不對 一些開關 電池 電池盒 基本上你只要 LED好處是它的電池 它的電源很好找 因為你那個濾光燈管 它要一千多幅的危險 LED你只要三幅 到3.5幅就可以了 你只要買一般的電池盒 這個東西要藏在哪裡 這是塞煎餅裡面 直接塞煎餅裡面 然後這個線在接上 剛剛我們那個燈就可以了 然後加個開關 你剛剛說這個開關怎麼做 開關 這個開關其實你可以去 那個水電行買這種類似 開關 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開關 一個是這個水龍這個頭 這個頭其實是可以 稍微用膠帶加出一點 可以塞進這裡面的 然後呢 我其實今天帶來是透明的 是會給大家看 有沒有 這樣放進去 然後電源接好 正接正負接負 然後中間一條線做開關 這樣接好 開關在這一邊 有沒有 因為膠帶纏起來 它就是一把光劍的雛形 真的耶 好厲害喔 馬可多 然後你現在是透明的 這邊透明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開關在這一邊 電池在這一邊 這邊是LED 這樣一把光劍就完成 對 這樣就做出來 就可以打 你可以大概跟我們介紹 如果完成到基本的這樣的話 大概要多少錢 很笨 如果一個一個去買材料 像一顆高亮度的雛形 一顆大概10塊錢 這樣就要600塊 然後這種管子 泡源路大概是200塊 200塊一根 然後泡米管子30塊 30塊 對 然後電池 電池 然後電池大概5塊10塊 然後加這個房比較貴 這是水龍頭還滿貴 這個也要50塊 這個要50塊 所以應該正常來做千塊以內油炸 一千塊以內油炸 而且比官方版的 其實更耐打更亮 亮很多 亮很多 台灣的LED是超級讚的 對 台灣連世界第一名 對... 今天呢 非常非常謝謝我們的馬可多 還有MAX 帶來我們這麼精彩的 光劍製作過程 同時呢 我們要再一次謝謝元琛 今天來代班了對不對 好不好玩 好好玩 很辛苦啦 必須要這個背很多東西 好不好 再一次呢 謝謝各位 那這個今天就叫大家 如何做光劍 馬可多 妳就告訴大家 妳的希望是什麼 基本上 我的希望是每個人 都要能夠做自己的光劍 所以其實我在很多年前 就有把教學的東西 放網路上 大家有興趣可以用自製光劍 去網路上查 可以查出很多資料 然後我都希望 下次大家剛才打招呼的時候 不是說嗨 是拿光劍這樣 翹翹的魚 這樣開心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